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近二十年的慈悲付出 以佛法智慧启迪人生 将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神通视线 妙法度众 慈心悲悯 广度有缘 卢君洪台长将观世音菩萨的菩提法音变洒人间 令全世界一千万佛友获得心灵解脱 开启全新人生 现在 卢台长所创立的心灵法门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弘法足迹遍及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国际社会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获得意大利西安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君洪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 并于2015年9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年5月 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魏赛节庆典 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继新加坡五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举办之后 卢君洪台长 心系布里斯本有缘众生 风尘仆仆再次历临布里斯本与大家结缘 共瞻法喜 共慕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也特别感恩来自澳洲以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请卢君洪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佛友敬献的鲜花 佛友敬献的鲜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各位嘉宾和法师们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深厚的佛缘 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指引 让我们相聚在一年一度的 布里斯本法会 太阳很高兴再次来到 美丽的布里斯本 与大家共募佛光 共沾法衣 一起弘扬佛法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和佛教精髓 法系充满 人生中每一个缘分 都是前世修来的 我们人生就像一个旅程一样 沿途的美丽的风景 只是我们生活的点缀 珍惜每一个缘分 懂得感恩和付出 修行 不忘人生旅途的最终目标 就是要达到彼岸 初离六道 回到观世音菩萨 母亲的天上的怀抱 世界卫生组统计 世界卫生组统计 全球目前有3亿5千万人 患有忧郁症 因为想不通 每年因为忧郁症自杀的人 有100万人 2030年 2030年忧郁症 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疾病 澳大利亚忧郁症协会 Bian Bro 曾经统计 在澳大利亚 大约有45%的人 在一生中 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 每年澳洲 大概有一百万成年人 患有忧郁症 有超过两百万人 有焦虑症 平均每六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 某个阶段 经历过忧郁症 学习佛法 是改变人生的一剂良药 佛法让我们 懂因果知因缘 想通想明白 想通就是悟性 理解对方就是智慧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能够化解烦恼 你就是般若 我们人的内心 其实非常的苍凉 很多人被痛苦缠身 经常觉得 活着没有意思 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 和情绪 最终走上了绝路 就在5月15号 悉尼新南威尔斯大学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一个中国女学生 叫Shirley 在网上 她直播了 割碗自杀 发布了流血的手碗图片 她同时说到 她的情绪极度的低落 她说 像我这种人 不适合与人交往 我的情绪 非常不稳定 又敏感 不知道怎么跟一个 人朝夕相处 好好处理 遇到的分歧和问题 我想来想去 还是独自生活 更符合我的天性 也不会伤害别人 之前 她曾经在 跟朋友的聊天室当中 Shirley曾多次 表示出 要自杀的情绪 甚至说 自己吃了双倍的暗免药 并准备割碗 从此 就与朋友失去联系 这就是典型的 忧郁症案例 在5月11号的凌晨 在澳大利亚的 PERS南部的 一个小镇 发生了恶性的 枪击事件 包括四名儿童 在内的七人死亡 这是二十年以来 澳大利亚发生的 最严重的 忧郁症 导致 想不通 枪杀案件 警方称 这是一起 谋杀和自杀案 一对老夫妻住在这里 他们的儿女 领养和教育着 四个自闭症的孩子 最后四个孩子 和三个成年人 全部上升 人活在世界上 要想通 请大家记住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 当中 今天不代表明天 今天的拥有 不代表你永远的拥有 今天的失去 并不代表你永远的失去 一个人如果看不到明天 你才会失去今天 很多人一辈子迷茫颠倒 迷失了本性 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 人生其实并不孤单 如果我们拥有了最美好的心理世界 拥有了至高无上的信仰 我们与众生在一起 就能得到众生的力量 得到佛菩萨的智慧 所以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 愿我们每个佛友都相互帮助 不管在人间碰到什么困难和烦恼 我们一定会走出人生的低谷 找到我们生命真谛的意义 佛经 金刚经曾经讲过 一切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人间如梦幻泡影 如露玉如电 应作如世观 所以希望我们要看到明天 看到未来 看到前途 因为前途一片美好 因为我们的心 能够和天地永存 我们的人 有慈悲 有善良 就能感动天地 让我们转变我们的命运 所以学佛人 想通想明白 也是治愈忧郁症的良方之一 我们人之所以烦恼 因为我们在于 不能忘记过去有记忆 人之所以活得很累 心累 因为在于我们天天忧郁 人之所以在进步 因为我们懂得感恩别人 人之所以快乐 因为我们想得通啊 人之所以成熟 因为我们看得透 这个事物的真实本性 人之所以宽容别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慈悲的良心 人之所以能够舍去 因为我们懂得 能舍才能得 所以叫舍得 人之所以充实 因为我们理解别人 人之所以能够成功 因为在于我们努力 加上我们拥有的智慧 我们人为什么能幸福 因为我们知足 我们才会幸福 人为什么会发喜 因为我们闻到了佛法呀 相传在古代杭州城 温宇流行 碰巧又是荒年 颗粒无收 当地的平民百姓 贫困交迫十分凄惨 有一天城内的湖边 突然停泊了一艘大船 船头坐的一个美丽的女子 她为贫穷的人请命 如果有人出钱买她 她就住在她的家里 伺候于她 用得到的款项来救济灾民 岸上的人争相地买她 相持不下 最后就采用投钱的方式 谁用钱投中她 就可以迎她回去 于是船上到处是铜钱 黄金白银 纷纷地投了下来 堆满船头 但是没有一枚落在 这个美丽女子的身上 所有的人很失望 只好放弃 女子微笑 合掌向岸上的人致谢 把每一个捐来的钱 都施舍给了穷人 消息传来 轰动了整个杭州城 富人们为她狭义的行为感动 纷纷慷慨解囊 于是病人得到了医治 穷人得到金钱 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 人心都得到安慰和满足 突然 这个女子的船上 霞光万道 灿烂光明 一位法相庄严的菩萨 合掌微笑 大家非常惊奇 她说 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来是为了 启发和唤醒大家的慈悲心 同情心和怜悯心 是高贵的情意 帮助别人 是最神圣的本源 辅助弱小 是众生义不容辞的本性 今天 你们的行为 十分值得称颂 众生将得到幸福 我将常住在每个人的家中 保佑你们 大家只要称颂观世音菩萨 即可 说完 就没有影子了 当场有人 记住他的形象 做画 画下了观世音菩萨的像 观世音菩萨 把画像 用法力送给了每一个人 菩萨应验了 他真的 住在了每一位 行善积德人的家里 直到今天 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 增加了人们对 观世音菩萨的信仰 菩萨 有求必应 任何一位学博人 只要你愿意帮助别人 你就是在学菩萨 你一定以后能成菩萨 有一对天使的姐妹 为了视察人间的善恶 她们先后来到人间 住在一个妇人家里 这个妇人非常的吝啬 对她们非常的不好 但是临走之前 这位天使的姐姐 将妇人家的破烂的墙壁 修补好了 后来她们搬出来 又到了一个穷人的家里 穷人对她们也是很好 但是临走前 穷人家里 唯一的一头牛却死了 这时候天使的妹妹 非常的疑惑 就问姐姐 姐姐啊 为什么你帮助坏人 就是他们认为的富人补墙 你却让好人家里死了牛呢 天使姐姐说 富人家 那个破烂的墙壁后面 有个洞 能够通向一个金库 所以我把她补上了 不让她们发现 而穷人家 当天晚上 来了一个死神 要把穷人家的女主人带走 我不让她带走 暗中换成了 他们家的牛 所以牛死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同样的事情 如果以小妹妹 天使妹妹的眼睛看 她很生气 她会抱怨 凭什么好人没好报 坏人照逍遥 这不公平 但是在天使姐姐的眼睛里 因果丝毫不爽 我们很多人念佛 但是总有很多抱怨和疑惑 比如 为什么我没有念经时前 还可以念了佛 反而遭遇到很多麻烦 为什么我拜了佛还生病 为什么我念佛了 佛没有保佑我等等 因为我们世人的眼睛 比较浅妙虚 在世间之眼看菩萨 看到的结果是因果相悖 佛不慈悲 殊不知 刚烧的水 不可能马上就开 刚摘下的种子 不可能马上发芽 念佛之后 信愿行 以信心和愿力 来督促你的行为 以念佛之心 看世间 看到的是 信必果 愿消夜 行菩提 因果丝毫不爽 有如今 有如一个人 没有去看医生检查身体之前 他不认为自己有病 但是一旦检查看了医生 告诉他浑身是病 你难道能说是医生给了你浑身的病痛吗 所以以时看虚可以看破虚望 以虚看实恐怕你就要失去大智大会 现代人追逐虚望 追逐假象 迷惑众生 只要你有贪心 你就会 迷惑一样 就像我们很多人现在接到电话 说你中彩了 中几百万的彩 然后 你就付出 罪金 你就被骗一样 有一家面条店 门口写着 本店美味的榨浆面 全部免费 每人只限一碗 浪费罚款一百元 于是有人心想 免费的榨浆面就进去吃了 结果哭着就出来了 别人问 你怎么白吃一碗面还哭了呢 他说 你知道面的碗有多大吗 像个小脸盆这么大 怎么吃的碗 不罚款才怪呢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 上当是因为我们的贪心 所以在人间 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 因为占别人的便宜 你就属于小人 如果你天天懂得付出 你就是个圣人 所以人活着 不能去追求虚幻 得到的是迷惑 记住了 禅心方面讲的 心动则物动 心静则物静 人一辈子吃亏 就是因为我们贪欲所致 欲望来自于心 心是受诱惑的根 所以学博人生知 生口意三毒的侵害 所以学博人怕造口业 谨言盛行 中华传统文化讲 言而当知也 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 适当的时候说话 那叫智慧 沉默的适当 也是一种智慧 但有的人每天说着 不恰当的话 最后给自己找的 无穷无尽的烦恼 知道怎么说话 什么时候说话 知道的事不乱说 那也是一种智慧的 软实力 过去子群问牧子说 多说话有好处吗 牧子非常有智慧的达到 苍蝇青蛙 白天黑夜叫个不停 叫着他们口干舌燥 没有人去听他的 但你看到那雄鸡 在黎明时候的提叫 天下震动 人们早早起声 多说话有什么好处的 最重要的是 话要说的切合时机 那才叫正义啊 我们人常常去评价 一个人的智商高 智商低 这个人很会说话 其实正是因为 这种人他懂得 佛法中出口就是业 不能妄语不两舌 不使他人难堪和为难 这样就更显得出 你自己的成熟的修养 和高尚的品质 所以做人学佛要多说善言 别人就会快乐 别人越快乐 你就会得到别人的喜欢 别人越喜欢你 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 所以一辈子要多说让人感动的话 一辈子要多做让人感动的事啊 其实人生就是由于你的一言一行 沉添而起的 你怎么说话就决定了你是谁 甚至决定了你过得好不好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口为祸福之门 懂得谨言盛行 照顾他人感受 那才是智慧之举啊 台长每个星期在电台里做节目 那么有一天呢 这个上个星期吧 这个帮一位属猴的男的看图腾 台长指出这个人胆子小 但是有本事压力大 钱少 在老婆面前很节约 他说的都对 台长还看出他身上有个灵性 在头部 导致他经常在家里发呆 他说确实不出门 宅男一个愣愣的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那师傅请您看一个1980年 属猴的男的 他目前没工作之后 他想自己创业 他有没有可能创业呀 他这人胆子太小 怎么创 师傅您太厉害了 真的这样 胆子小的呢 一看这个图腾就知道 整个图腾全部缩在里面 本事们是有的 压力们是大的 胆子们是小的 钱们是少的 真的 师傅您说 瞧瞧都中了 然后 结约没结约的 就会在老婆面前结约 你要记住 让他要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要出去 要出去找工作 你要多做善事 你会有工作 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身上灵性是有一个 在头部 头部 他的灵性 只要搞他 他就发呆啊 他经常在家里发呆的 真的 他不出门 那就是咱们一个 真的是这样 师傅 灵性在搞他的时候 他就发呆了 对 他真的是 有时候我也觉得 他愣愣的 傻得了不得了 行 好的 感谢师傅 谢谢 有一只骆驼 他辛辛苦苦 穿过了沙漠 一只苍蝇 趴在这个骆驼的背上 一点力气都没有用 就走过了沙漠 苍蝇非常的骄傲 他讥笑 骆驼说 骆驼 谢谢你辛苦 把我驼过来了啊 再见 骆驼 直飞走了 骆驼看了一眼 苍蝇说 你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你走了 你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分量 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你以为你是谁啊 英国文学家 回敬了一句 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 就说 玛丽和你玩了一个下午 后来 他们吃饭前 我把自己藏在一个饭厅的 不被人注意的柜子里 想等到大家找不到他的时候 他突然把门一开 我在这里跳出来 非常尴尬的是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缺席 大家吃了九足半饱离去之后 他才慢慢地从箱子里走了出来 吃了那些残汤剩饭 从那以后 他就是告诉自己 永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否则你会非常失望的